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郝东啊 是的 那你还钱吧 什么钱 六百万 赶紧买这六百万还回来 不好意思 我没太听明白 没听明白是吧 那行 那我给你们重的介绍一下啊 钱文静女士 孙涛的太太 黄女士 孙太太 你们怎么找到这来了 呦 你在这儿正好 我已经知道 孙涛不投这项目了 我是来拿那六百万的 嗯 孙太太 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钱是投到项目里的 现在项目已经进行到了一半 所以这钱不是你们说拿回去 就能拿回去的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 什么合同什么项目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你们不就是弄了个壳 想骗我们钱吗 我告诉你们 今天要是不还我的钱 我就跟你们没完 孙太太 你误会了 我们是正规注册的公司 孙总投的每一分钱 我们都有合法的财务手续 你怕破坏别人家庭是合法吗 他更有我老公是合法吗 请您注意言辞 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不要这么没有素质 徐海鸥 你是讽肃我没上过大学是吗 对了 我是没上过大学 我是没有你有文化 但是我要脸 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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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有文化好好说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冷静 得冷静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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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拽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孙头 来得挺及时的 怎么着 心疼吗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来干什么呀 来英雄救美啊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回家说 回什么家呀 咱们还有家吗 你为了这个小妖精 连家都不回来 你还要我吗 你还要咱们家逗逗吗 请问娘 请给我留点面子 你连家都不要了 你还要什么面子啊 你为了她 你把咱们家 十几年辛辛苦 攒的这家底 都给我给这小妖精了 你还要什么面子 闭嘴 对不起 徐记者 让你见笑了 跟我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前面要还 回家 我不走 你说 你是不是珍惜我呢 你说 张晓晓 我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 是吗 行 你听好了 我就是喜欢救海鸥了 我给你一百万 就是因为我喜欢的 这钱我不拿回来 还是因为我喜欢的 你明白一个吗 孙大 你再说一遍 你别逼我 我让你再说一遍 你会吗 你会吗 我准备 你会被我还 我还想到 我会是这样 让你为难了 你会把我拒絕了 我对不起 我替文静道个歉 不用调歉 文静 文静 刚才孙涛说的话 都是在气头上说的 你别在意 有工夫大哥我说的 是是是 那个好好说说他 不过这气头上的话 真别当真 这也是你大哥 没有监督好 回去我也好好说你大哥 哥 嫂子 我没事 这两天麻烦你们俩 帮我照顾好逗逗就行了 行 要不还这样吧 我陪你一块回去吧 真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静静 那你一个人开车回去 路上注意安全 到家给你扫来个信 知道了 我走了 慢点开 孙涛 从第一次采访你开始 再当你做天使投资 又当你放弃 我的一颗心 一直都安定不下来 从来没有人让我这样 换个换时光 我很清楚 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作 可是我不敢面对自己的心 更不敢面对我们之间的现实 直到刚刚 我非常确认 我真的 真的喜欢你 你刚刚说你喜欢我 也是真的吗 我刚刚 只是想忙你姐妹 可是我想好了 你对我来说 很不一样 我喜欢你在生意场上的概念果断 也喜欢你在生活中的随性体贴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放心 觉得轻松 更觉得踏实 可是 可是我有妻子 我还有个女儿 可是你刚刚也跟她说了 你要离婚不是吗 而且你心里清楚 我比她更懂你 感觉不能这么比较 那要怎么比较呢 我爱你 我也更能帮到你 许记者 我们现在都不够清醒 不够冷静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我 孙涛 不管多长时间 我都愿意等下去 我都愿意等着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让你看着孙涛 你就给看成这样了是吗 你除了添乱你还会干点什么 你跟我好好说说你还会干点什么 不是 媳妇儿 你知道那我真的是尽力了 那太难了 也太累了 你想想我白天我得在那修车 晚上我得盯着孙涛 我那真的是一眼都没离开过他 他在三天挺好的 规规矩矩的 谁知道他今天 他说喜欢薰鸥 他就喜欢薰鸥了 他之前也没跟我打过招呼 你一眼都没离开过他 你就给盯成这样了 今天孙涛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当着那女的的面 跟文静提的离婚 那是不是因为孙涛看见你们 对人家那样 孙涛急了 那孙涛生气 那他冲动了 那是 怎么就是我们把他给逼急了 今天孙涛他要不去的话 能有这事啊 对了 孙涛怎么就知道 我们今天去那了 是不是你给他通风报信的 你 不是 我呢也是为了孙涛他们两口子好 他那六百万真的是用来正经投资上了 你说咱这事咱也不懂 是不是咱就别掺和了呀 我怎么就是掺和了呀 我 文静那是咱们一家人 我这么做是为他俩好 你怎么还帮着孙涛说话呀你 你你是不是跟他同流合污了 我怎么问 小点声 逗逗还在呢 别闹了啊 文静那边都不可开交了 你们俩就消停点 哦 喂 八戒 师父 我把这瓜分成四块 一人一块 我先自己把自己这一块吃了啊 说着他张开了大嘴 几口就把西瓜吃完了 豆豆 豆豆 外公讲的什么故事啊 猪八戒吃西瓜 外婆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嗯 妈妈今天有事 豆豆呢 晚上就跟外公外婆一起睡 好吗 好 真乖 豆豆 来 自己看啊 不认识的字 我外公 来 嗯 要不明天 你去看看文静 他那个脾气啊 我怕他出什么事了 我肯定会去啊 孙桃那儿 你去做做思想工作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 今天啊 刚放了狠话 这个时候去找他 我怕适得其反 被着急 让我再想想 他 我就是喜欢朱海奥啊 我给他六百万 就是因为我喜欢他 是钱我不咋回来 还是因为我喜欢他 你们要满意了吗 孙太太 我真同情孙总 我要是孙总 我也不会回家 我也不想看你 那你试试瞒着骗着 又是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理喻 我跟你好好说话 你听吗 我跟你够通有用吗 我č不该就说 就在你呢 request 你心疼我了 一看你啊 就是大学的学霸 我呢 学长 那你肯定也是你们学校 最有魅力的学长 我就在想了 你这么有魄力 又果断 有这么好的老公 你太太为什么不相信你的眼光 孙涛 我真的 真的喜欢你